12年国教就要上路了 而民国103年4月的时候 国三生就必须来参加这个国中教育会考 我们知道现在的国中基策都是选择题 不过未来就要改变了 因为用选择题未必能够测出学生的所有能力 所以未来的国中会考包含了英文、国文、数学 可能会加考非选择题 而会最先从数学科来开始试办 很多家长都认为这样一来 学生是不是又要补习了